現在呢 我們來介紹OneNote的擴充工具 那這個是瀏覽器的工具 所以你只要捲到每一個頁面最下面 老師要捲到頁面最下面 你都是這樣捲嗎 有沒有比較快的方法 我沒有捲對不對 Home跟End Home就可以首頁 End就跳到最下面 好 你看一下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三種瀏覽器的擴充工具 應該知道幾差哪一個吧 叫做圍端 圍端不支援嘛 我遇到你才有 所以您如果喜歡Chrome 或者是有的老師是用Mac有沒有 你就是Supply都有 那我們這邊是Chrome的 你就把它按一下 好 增加到Chrome 那麼你只要增加了之後呢 您注意一下右上角 這裡 會多一個圖示 會多一個圖示 有沒有跑出來了 有沒有多一個跑出來了 這樣你就成功了 這樣了解齁 我先讓大家一起安裝一下 您只要捲到網頁的最下面 你就會看到 您剛剛在用這個擴充工具 就是有兩個情形不能裝 第一個就是網客帳號 第二個就是我剛剛講的無痕模式 不能裝 現在有了這個之後就很好用了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剛剛不是有這個嗎 對不對 請你來這裡按一下 假設這個影片你需要 你可以選擇 你現在要加入的是你目前這個分頁 還是你全部的這些分頁都要 所以有些人是看很多網頁有沒有 你知道為什麼要這個工具嗎 因為 平常老師的準備教材都是怎麼準備 看教材 找資料 會找資料 等到呢 你有需要的時候 是不是要開始慢慢收集 這樣想不然 我平常的方法是 我在看這個頁面 在看網頁看影片的時候 我看到就收集了 來你看一下 假設這段影片我要按一下 目前選到了 有沒有看到了 發布 發布 有沒有 標題 進來了 然後呢 我想要放到哪個地方 有沒有都有了 好 比如說我要放到我的 這個叫做 躺在床上發生什麼事 我管他 點這裡 有沒有 我有不同的主題 這樣就可以自動加進去了 我就不用進到彎后裡面 你瞭解我意思了嗎 這樣就比較快 那相對的如果你遇到的是什麼 是 這個東西 播放清單 比如說我在這裡有播放清單 你們看一下 好 這裡有一個播放清單 我們點過去 請問這裡是不是有兩段 所以我來這邊加的時候 有沒有就兩段 這樣 這樣你會比較快一點 比剛剛更懶人 對不對 所以 這樣就有了 那相對的 來 這裡關掉 如果你是看網頁 假設這個我覺得不錯 你就來這邊 請問有沒有一模一樣 所以 如果您的資料 是來自網頁 來自哪裡 Youtube影片 或者Vimeo 因為它支援兩種網 影音網站 只是Vimeo在台灣用的比較少 台灣主要是Youtube為主 所以 只要是網頁的內容 跟 影音的 你就這樣加進來 速度很快 假設你要全部的話 我是不反對啦 你就開好嘛 有沒有全部它就幫你選一選 下面就是通通列出來 有沒有我現在裡面的通通都有 有 這樣也很過分嗎 好 準備教材 快一點就算好了 而且你邊看 是不是都邊在收集了 而且 你如果有做好分門別類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 我在這邊 我需要有這麼多課程 因為我不見得只有 對這個有興趣啊 我有其他的有興趣的 是不是就順便收集 收集完了 到時候 我要引用的時候 你看我引用給你看好了 找到這裡 我們剛剛都是 每次都是從頭來建立對不對 可是這些東西啊 說真的 事實上是不需要這樣 因為我可以直接 從我建立的課程 或訂閱的課程 我直接引用進來就好 勾一勾勾一勾 有沒有很快 我現在要上什麼 哪一堂課 我要上什麼內容 我找到的 加入就好了 就這麼快 這樣 是不是我的教材就可以很多 我不用擔心說 啊 不知道要去找教材 來感應感 這樣 了解 擴充工具 差別在哪裡的嗎 事實上還有一個 我們剛剛沒有講到的作品 我們剛剛不是有提到 文字式的筆記嗎 你有裝了這個擴充工具之後 如果你在做筆記的話 也會不一樣喔 我們來試看看好不好 哪裡不一樣 然後把它打開 來假設這個 你看這就是我之前寫的文章 因為我用了快三 三點左右 現在是長一點點 因為這是去年的 如果這個我想要有筆記 比如說我到這邊 我想要做個註記 你看 剛剛我們用這個 一般文字式的 你可以用熟一些筆記 來這個重新整理一下 把它還沒抓到 好 要不要顯示出來 沒有關係 你看按熟一些筆記 有沒有把這個畫面抓下來的 那你是不是直接用這個畫面 就直接這樣做幾條 不要了 因為有些時候學東西 你沒有那個畫面啊 做筆記沒有畫面 就用文字的自己畫比較麻煩 按提加 確定 有沒有一個文字 圖文字的筆記就進來了 當然影片有多個 好 影片的也是一樣 好 影片也是一樣 所以你有裝這個擴充工具 主要有兩種功能 一個你收集資料變得比較方便 第二個你可以做所有的熟寫筆記 插在這裡 來幫幫幫老師囉